最近有很多出去旅游的姐妹们都会戴上一条披肩 但是呢不知道怎么把它细的更好看 那今天呢想要来跟大家分享 四种既好看又实用的披肩穿法 披肩的第一个技法呢 它可以当做小罩衫 先当整个披肩搭在我们的上半身 然后手腕处下摆的这两侧 我们给它长到之后 把两个结固定在我们的手腕下方 那左边右边都是一样的动作 像这种技法跟穿法呢 它的稳固性也是比较好 平时会开车的呀 有些女司机的朋友们 我们就可以这么来穿 可以披个手臂 不会被晒伤也不过最晒黑了 早上晚上喜欢溜涂弯呀 包括晨练完之后 我们可以给它稍微披个小肩膀啊 又好穿就实用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技法 大家学会了吗 披肩的第二个技法呢 也是非常漂亮 它可以当做小马甲 也可以当做小外套啊 先当整个披肩搭在我们的脖颈上方 拎起靠近我们胸前的这两侧 给它打两个结 其实这些技法呢非常简单 它不需要任何的组织工具 动动小手就可以了 双手由上至下的将披肩睁开 举过我们的头领 带过我们的后背 左手右手分为给它伸出去啊 像这种造型呢 它很像一件外穿的小马甲 也可以当做个内搭的小背心 到了降温以后 我们外面套外套 套大衣都是没有任何问题 只要是会显得我们整体身形啊 不会显臃腫 而且呢对于后背来说啊 有些跨宽的 迷行身材的姐妹们 你是可以完全给它当外套的 将脖颈上方多余的面杆 给它全部拉扯下来 从正面看 它就跟开衫一模一样了 秋天里的第一件外套 你里面穿吊带也好 穿衬衫也好 穿这个小旗袍 它都可以 下面露出来的这些物料 我们可以把衣服藏在里面 盖住我们一枕的后背啊 跨宽的姐妹们 就可以轻松解决 我们有一些小身材的问题了 像这种穿吧 又是穿又好用 大家学会了吗 披肩的第三个技法呢 它是可以当做的 连帽式的小走筒 也是近期啊 比较火爆的一个造型 先将整个披肩呢 我们搭配上半身以后 拎起靠近我们胸前的这两侧 给它打两个脚固定住 左手抓住右侧的这一边 右手抓住左边的这一侧啊 我们给它抓住之后呢 旋转180度 直接盖过我们的头顶 把脖颈下方呢 这些小碎块给它先捋出来 像这种造型呢 其实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 就直接外穿了 里面穿吊带 穿旗袍 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护个手臂也可以啊 那我们的小帽子 怎么做出来的 当它把节的位置 藏在我们领口下巴 那顺势拎起来的这一片 直接盖过头顶就可以了 不管大家是去新疆的呀 去西疆的呀 主要是它能帮我们防晒 是吧 脸颊两侧 胸口这一块 它都可以帮我们照顾的很好 这是我们的第三个 脸帽式造型 是不是又简单又好看 披肩的第四个地方呢 也是非常简单的 先将整个披肩啊 对折在我们的腰部位置 靠近腰部位的这一侧 我们给它找到之后啊 分别把两个肩固定一下就可以了 很适合有些男方的姐妹们 现在还在穿短裤 穿短裙呢 可以有一定的防晒性 那再一个呢 敬请大家如果说 要去海边度假的 可能穿泳衣呀 穿泳裤啊 放不开啊 比较保守的姐妹们 我们可以当做个小半裙 遮个胸也可以啊 这个是披肩的四种 技法跟穿法 又简单又好看 姐妹们还不赶紧去 小红书